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强强联手 肖战与猛牛仅两天 品牌热度指数达到99.89% 超过同类代言 平均水平 近日肖战代言的品牌猛牛乳业官宣代言人 肖战作为旗下真国立代言人 转化身份为品牌形象代言人 数据显示 肖战被官宣为猛牛代言人两天 品牌热度指数达到99.89% 超过12月同品类代言平均水平 以及12月所有的新增代言的平均水平 同时 品牌在官宣后 获得的所有的声量78.50% 均来自于肖战 肖战的代货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陈情令播出之后 肖战代言的品牌数量增多 后来因为数字事件 让肖战代言的品牌减少 虽然肖战代货的品牌数量减少 但是肖战的代货销量却一直稳居明星代货能力排行榜第一 粉丝们也十分支持肖战的代言 经常是让品牌方店铺里的小程序崩溃 熬夜抢购商品 猛牛官宣成为代言人的第一天 粉丝集体的买牛奶 让品牌方小程序崩溃 页面卡到空白一片 官方发动态调侃粉丝的热情 并且感谢肖战哥哥带他见识的世面 在卑微的求助话语 让粉丝感到哭笑不得 却仍然希望官方能够尽快地修补小程序漏洞 让大家买牛奶 虽然抢购肖战代言的商品对于肖战的粉丝来说 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但是对于品牌方来说 这的确是一次与肖战粉丝打交道 还不清楚肖战的影响力是那么的强大 肖战代言猛牛之后 肖战的粉丝奔走相告 还是做了一些小视频帮忙宣传 其中一条视频是在肖战奇妙之城中介绍家乡的片段 里面有肖战学街道商贩卖牛奶的视频最为有趣 这段视频在猛牛官宣代言肖战成为品牌店人之后 一直在平台循环播放 粉丝都说肖战这嘴是开过光的 这一段视频一整天都在平台叫卖 粉丝也积极参与到买牛奶的队伍当中 肖战粉丝支持代言的同时不忘做公益 粉丝自发购买210套 共2520箱纯牛奶 捐赠给养老院 福利院 留守儿童等人群 有情有义的肖战粉丝 也是随了肖战这位正主 充满了正能量 肖战的带货能力和影响力确实是很强大 希望肖战多一些代言 这样粉丝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买到更多的商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